好,4月4号是儿童节,花莲美轮大饭店 特别邀请新城国小的棒球队想玩一日游 除了带领小球员们享用自住buffet 也前往新整改的休闲中心 体验VR的实境游戏以及疯狂甩尾车 让孩子们有吃有玩又大开眼界度过难忘的儿童节 小小球员们拿起球来此劲的丢 但这里并不是球场 而是花莲美轮大饭店新整改的休闲中心 为了欢庆儿童节,花莲美轮大饭店 特别邀请新城国小棒球队想玩一日游 除了带领小朋友享用自住buffet 也前往体验VR实境游戏及疯狂甩尾车 让小朋友们都超开心 你给我吗? 我们全新的这个休闲设施的整改 是在2020年完成全新的整改 我们总共具有20项的这个休闲设施 那可以满足大小年龄层的朋友们 那绝对是大人们放松 小孩们放电的最佳度假选择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新城棒球队 那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职棒球界的这个摇篮 那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荣幸 那在这次的儿童节可以邀请他们来 我们修行中心欢迎我们的儿童节 新城国小棒球队教练胡文伟也表示 很开心可以带着小朋友到美轮饭店做客 来自偏向的孩子很早有机会可以接触高科技 每一项游乐设施都带来新奇的体验 让孩子们有吃有玩有打开眼界 度过了最难忘的儿童节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道